下面我们开始演示这个139812年13年14年和1425的这个演示过程 我们这个线的话呢可以是同时兼容这些液金 首先第一个我们把那个白点要对这个测试下的这个起始点这样塞上去 因为这个的话它是加深压板的 大家注意一下这叫深压板的就是这个深压板要加上去 这个线接到这个位置 然后的话呢深压板这个引出来这根线的话呢 要插一个低口的位置 这样子就OK了 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调了一个编号 1398它不管你是哪一个年份的啊 它的那个编号都要用06才对的 用06就是通完电之后加减键按到06去 然后的话呢按确认 然后把这个线把它接好 如果 接好了之后 按电源 就可以进行测试 就可以进行显示 加减键是存测切换 如果换屏测试的时候 把电源关掉 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接口拔掉就可以了 换好之后 直接换上去 直接按开机就可以 等一等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测这个1425的话 它也是用了这根线 1425也是用了这根线 但是的话1425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个编号就得变了 这个编号1425的时候 就得编号就把它调到05去 按确认 按电源就可以 就是这样子 嗯 好 谢谢 中文字幕——YK